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是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 我们专注办理EB1,杰出人才,NIW,国家利益豁免这些类别的绿卡 已经有多年的成功经验,然后有上千的批准案例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这个视频主题是 讲解2018年NSC批准的若干EB1A案例 好长,实际上呢,内容一目了然,比较streetforward 那么大家知道呢,申请绿卡,尤其是通过杰出人才EB1类别申请的 在美国有两个处理中心,可以交到NSC,内布拉斯加的处理中心 也可以交到TSC,德州的处理中心 具体交到哪里呢,要根据申请人的居住地点 还有工作的地点,将来工作的意向,这些来决定 那么在过去的若干年里,NSC一直呢,比TSC批准要难 批准率要低,很多申请人了解这种情况 这个呢,在过去几个月吧,或者一年这个时间里面呢 越来越严重,然后NSC让很多人感到很头疼 就是说申请比较难批准 那么根据我们的经验,在NSC呢,这个EB1A接触人才还是可以批准的 但是呢,需要满足一些条件,需要认真准备 具体来说,尤其是呢,我们建议不要使用PP加速审理 Premium Processing,就用Regular的这个审理就可以 那么有的申请人会问,如果我用Regular Processing,我要多长时间能批啊 我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能批啊 根据近期,2018年底批准的若干的NSC这个案例给大家讲解一下 这些案例的共同点呢,就都是没有使用PP 那么这里有什么区别呢? 大家知道用PP呢,移民局需要另外收1410美元的费用 同时呢,会在15天内处理 而不用PP呢,一般以后大家会看到要几个月或者更长时间 但是从另一方面呢,现在EB1申请也有排期 所以呢,你140提交以后,批准以后 如果排期没有到,还是不能提交485 那么根据目前的排期形式 大家知道排期分成两套系统 Filing Date呢,排到2017年的10月1号 Final Action Date呢,排到2016年的9月1号 所以呢,你从提交EB1的I140到拿到绿卡 目前看来还要两年多一点的时间 从提交140到提交485也至少要一年的时间 所以呢,像我们刚才说到 即使140批准,也不能早提交485 那么有的人会说,那至少我会早知道140的消息呀 这个对我来说也很重要 那么根据我们的观察 这个使用PP呢,往往会更多的招致 有这个RFE风险和denial的风险 那么这样呢,即使用了PP 也不是说在15天内移民局就一定会批准 如果有RFE,你还需要认真准备来回复 有的时候又要几个月的时间 这样呢,前后算起来 时间并不一定就比PP的长 而且还有更多被拒的风险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有的申请人会说,这个首先呢,是我们观察的统计结果 我们估计为因是,一个呢,移民局有的时候面对的申请数量很多 可能处理不过来 然后呢,因为移民局要处理各种类别的申请 不仅仅是职业移民,不仅仅是杰出人才 还有很多亲属移民啊,难民啊,政治庇护啊,等等 工作签证的申请,这些 那么对PP的case呢 有的时候,移民局会招一些各种这个新的人来培训 然后新手,那么发一个简单的模板的RFE 是最简单的,他看不过这么多的材料来 没有时间,很容易呢 就用比较牵强的理由发这个RFE 或者拒绝 因为你的工作是否足够的突出 足够的满足EBYA的条件 这有的时候呢,是主观的,所以移民局的工作人员有一定的操作空间 那么从另一方面呢,移民局的工作人员在PP组呢 他往往会看到更多的比较强的case 因为比如假如说有的申请人他是教授 然后有很多年的经验,有很强的成果 那么他有可能更多会选择使用PP 那么相应的处理PP的移民官可能看到的申请强的更多 那么和不是那么强的人对比,拒绝的可能就更大 这个呢,根据我们的观察 目前不仅仅是NIC,在TSC也有这种情况 所以呢,综合来说 我们建议申请人如果有可能的话 不要使用PP,用regular processing就行了 因为像前面我们说到485分成filing date和final action date 即使你的filing date到了 根据目前的情况,不见得一定马上就要交 尤其是如果你有别的合适的工作签证 工作许可等等,工作还比较稳定的话 因为你三月交或者和等到五月交 你都要到final action date到了才能批 所以不是说你早交了两个月 就能比别人早批两个月 这个还是根据你的priority date来决定的 这方面当然这个情况比较复杂一点 因为有两套排期啊等等 有的人如果你对这个背景知识不是特别了解 你可以看我们其他的视频 其他的文章 也可以和我们联系 了解到更多这方面的信息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强调的呢 还是即使在NSC EBYA申请是可以批准的 见我们下面的这些案例 包括呢有一开始被拒 然后我们上诉到AAO得到批准的 不需要有上签次引用 这个呢在AAO的判例里面也提到了 在接下来我们会看到的这些批准案例 也会看到都没有上签的引用 但是呢当然我们都需要认真准备 具体的呢我们讲一下 第一个案例呢这个申请人是来自印度 现在呢在华盛顿州做博士后 他是化学专业的 他有15篇文章 有500次左右的引用 30来次审稿 他的申请呢是在2018年春天4月提交的 在年底11月的时候得到了批准 那么下一位申请人呢来自中国清华大学 然后呢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做博士后工作 他呢有两篇文章 但是相对来说可能比较重要 然后呢有不到200次 100多次的引用 有12次的审稿 这位申请人呢做的是广义的生物类型的这个研究 然后他的申请呢是在2017年中间提交的 经过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 经过了RFE回复以后 在2018年11月得到批准 但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 他的优先日期是在一年多以前 所以他马上呢就可以提交485 而且485呢就有希望较快的得到处理 下一位申请人呢也是来自中国 然后呢他在美国中部取得了PhD学位 然后呢做博士后 在生物方面他有6篇文章100多次引用 然后有十几次审稿 他的申请呢在提交以后 经过RFE被移民局拒掉了 然后呢我们上诉到了AAO 然后移民局的上诉办公室 在审理以后得到了批准 这个我们在另外的视频里有详细的讲解 下一位申请人呢也是来自中国 他是在美国加州取得了博士学位 然后呢在西北大学 做博士后 做的是能源方面的研究 这位申请人呢有十几篇文章 200多次引用 有30来次审稿 他的申请呢在2018年初提交 也在2018年11月得到了批准 然后没有用PP也没有RFE 下一位申请人呢他是在日本取得了博士学位 但是他出生在中国 然后呢在美国的一家公司工作 做工程和物理方面的研究 他有20篇文章 然后有500来次引用 有十几次审稿 他的申请呢也是在2017年底提交的 然后呢经过了一年的时间RFE回复以后 在2018年11月得到批准 这里顺便我们还要说一下 个别有的非PP的case呢 也有收到RFE的情况 但是根据我们的经验总结 对于这样的RFE呢在回复以后 得到批准的几率也更高一些 那么下一位申请人呢他是在美国取得的博士学位 是化学和生物物理专业的 然后呢在加州做博士后 他有11篇文章 有210多次引用 然后呢有6次申告 这位申请人呢在2018年的2月提交了EB1的申请 在2018年10月得到了批准 没有用PP也没有RFE 下一位申请人呢他是在美国南加州大学取得的博士学位 然后呢在一家公司做基因组合癌症研究的 他有10篇文章 有300次引用 还有9次申告 他的申请呢是在2017年9月提交的 然后呢在回复RFE以后 在2018年10月获得了批准 下一位申请人呢 他做的是衰老和肥胖方面的研究 他在美国中西部取得了博士学位 然后呢留在同一个学校做博士后 他有9篇文章 有200多次引用 然后有9次申告 他的申请呢同样在2018年初几交 在2018年10月获得批准 没有RFE 下一位申请人呢做的是癌症研究 他是在欧洲取得的博士学位 出生在中国 然后呢在美国的中西部NSC区区 做博士后 他的EB1A的申请呢 是在2017年10月提交的 然后呢同样是在回复RFE以后 在2018年10月获得批准 然后他有21篇文章 有600多次引用 有9次申告 好这些案例呢 大家我们可以看到 都没有所谓的上千次引用 而另外呢我们经历过有上千次引用的 我们也观察到其他申请人也有这种情况 然后使用PP以后呢 收到了比较无理的RFE 甚至被拒的 这个两相比较 大家可以看到尺度及处理的不同 还有更多的疑问呢 可以联系我们 可以提供更多这方面的信息和道理的讲解 总体来说呢 我们可以看到 即使是在NSC EB1A申请是可以批准的 尤其呢是对于没有使用PP的Case 那么在目前的排期情况下 不管是否使用PP呢 实际上并不影响你台道率卡的时间 而一般来说也不影响你提交485的时间 如果你有这个PP的1410的美元这个费用 与其多花金钱时间和精力 还不如呢 考虑同时提交一个NIW的申请 这个更有帮助 比如说你NIW提交了批准了 同时提交的EB1万一没P 你再提交一次EB1得到批准了 那么合一开始就交EB1得到批准 在绿卡排期 拿到绿卡的时间线上是一样 如果你不了解这里面的详细关系 可以再联系我们得到更多的信息 好 那我们这个视频主题呢 就是近期在2018年底 NSC批准的若干的EB1A案例的情况 欢迎联系我们了解更多信息 谢谢